人在做 天在看 菩萨都知道 是恶是善 天会盼 你们为什么对佛友动不动就踢出裙 删除 拉黑 你们想想看 观世音菩萨会这样对你们吗 佛友之间 僧团之间必须要团结 僧团要和合 要相互帮助 照顾 你们才能为广大的哺罗众生表法 佛陀在证物以前 他的堂弟尼泊达多 曾多次讽刺佛陀 并在佛陀证物以后 用尽办法分裂佛陀的僧团 破坏僧团的和合 破和合僧 就是把僧团里搞得一塌糊涂 挑拨来挑不去 佛陀最终都是以慈悲心包容心化解了 敌伯达多的种种无尽的行为 你们现在虽然没有破和合僧 但是你们在破居士生啊 对不对啊 不能在里面讲来讲去的 这是忤逆重罪 是要下地狱的 师父跟你们讲 听法音的弟子不允许去删除 拉黑你们的佛友 他再怎么不好 他始终也是在跟着师父学佛念经 也在修行 作为心灵法门的弟子 不准做有伤害法门传承的事情 不准做伤害法门同修的不当行为 不准诽谤其他法门 不准做分裂僧团和谐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